喔來來來來 幹真的是 換個抗瓶裝 看一下喔我現在有什麼裝備 喔換個地龍甲好了 硬一點 真的硬是不是 OK這段騙師拿去減精華 麥西木斯真的硬 我現在要看主題是什麼 挑戰四圈滿騎士 邊扛著他邊燒恐怖 今天主題就這樣來給他看 整理硬 等一下喔 我先跑一下換個裝備好了 我把那個狂暴速拉上來 增加死防 然後換個藍耳吧 換個藍耳 這樣比較硬 我看一下喔我身上是什麼裝 這樣抗暈裝 應該沒問題來 排戲囉 排戲囉 他到底是活還是死的 他應該是活的 他應該是活的 好這個5秒暈 5秒暈 有點痛 有點痛 哇他很會暈欸 他一出手就是5秒 是怎樣啊 基本上 騎士 晶辯跟紙辯的輸出是差一大截 因為紙辯的攻速太慢了 打我基本上 我是覺得 不會到太有威脅啦 除非你很多隻 不然一隻的話 基本上 扛著他丟丟流星魚是沒什麼問題 除非他真的是 暈的技術真的是好到 可以每次都暈個什麼6-7秒這種 然後還剛好連三個這種 可能會被他打飛 但是我旁邊怪有點多 好我們試試看 扛著他丟流星魚 欸繼續砸 砸怪 砸死兩隻怪 好補個聖結界 不要裝逼 補個聖結界 好補個血 補個血 麥西慕斯 我繼續敲怪 不理他 丟個流星魚 假裝無視他的攻擊 假裝不會痛 讓他心裡遭到一點挫折 麥西慕斯這時候想 哇背著我裝逼 還敢丟流星魚啊小朋友 哥一定要把你打飛 但是他的攻擊在我身上 完全不知道 其實沒有太大的作用 我還是繼續丟流星魚 這波怪已經快被我清完了 如果他沒有辦法在這波怪被我清完之前 就把我打下去 那我就會說 他應該就是輸了 他就輸了這場 真的硬的戰役 為什麼呢 因為我扛著他 用了流星魚 把一波最早十隻以上的怪 輕鬆的給吃掉 這個只暈 4秒鐘他怎麼那麼會暈 每次都暈15秒 他為什麼都不會暈 那種1秒鐘的是怎麼回事啊 這把 是怎樣 拿刀特別好是不是 哇6秒暈 這隻騎士 真他媽會暈啊 幹爹老師 可以不要暈那麼長嗎 兄弟 不要暈那麼長可以嗎 哇6秒 又6秒暈 三小 我超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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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太會暈了吧 我稍微跑一下好了 我稍微跑一下好了 決線拉一下回來 快要沒抹了 90滴血 這波怪我一定要把他吃完 不把他吃完 就好像是我輸了一樣 沒問題的流星魚 砸取 直接把這波 我跟妳講 這隻怪吃掉就算我贏了 我自己定下的規矩 不管他 這隻怪吃掉就算我贏了 我操你麥希 吃個流星魚 等一下 我先跑一下 沒抹了33 還有一隻怪 不是 那是新生的吧 應該怪都被我吃掉了吧 我覺得這個怪應該是新出來的 應該不是我剛才沒打死 沒道理啊 對不對 好 我沒抹了先跑一下 等一下先做個迂迴 回個魔再回來 做個迂迴 回個血 欸 血又滿了 呵呵 做個迂迴 這幾隻石刻巴是怎樣 好 我的流星魚又可以了 砸一發流星魚 請他吃一發流星魚 砸死這隻 斯科巴女王 欸 可是沒死 是怎麼回事 斯科巴女王這麼硬 原來是我沒有在Auto啊 來來 繼續打 繼續打 好 死了 斯科巴女王 死了最後一隻斯科巴女王 把他打死 宣告麥希的 這個落敗 真的硬系列 騙斯 出場了嗎 欸幹 一秒暈 終於報應來了 麥希慕斯終於暈出了一秒鐘的暈 沒有用 死了 這邊的怪全部被我清掉 欸 不理你了 這場比賽是我贏了 麥希你已經輸了 欸欸 不是啊 你已經輸了 所以不用再追我了 你已經輸了 別追囉 別追囉 再追我要叫囉 再追我要叫囉 我要叫囉 欸 跑掉 追不到我 為什麼 因為我有聖結界 他會被怪卡 我不會 看到沒有 真的硬 剛才兩個小時前 有觀眾問我說 為什麼最近都沒有真的硬 想說 孫中山都扛過了 台服應該已經 真定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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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說 台服已經 拍過孫中山了 其他角色就不是 大家好 我是林無聰爺爺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按下訂閱分享小鈴鐺 喜歡啊喜歡 不喜歡啊不喜歡 如果有話想對我說的話 也可以下方留言喔 我都會看 應該吧 呵呵呵呵